hello大家好这里是大叔 本期呢给大家带来一款可能是拳皇史上最烂的游戏啊 当然呢这款游戏是非官方的 那么它是出现在了FC平台 咱们先看一眼片头吧 做的还是像模像样的啊 这款游戏可以撑到的呢 也只有片头了 刚才那个背影啊应该是卢卡尔 然后这是拳皇大会的请柬 这里的贴图呢用的都是SNK的素材啊 游戏虽然叫KF97啊 但是看剧情好像是95的剧情啊 好吧不看了啊 咱们先进入游戏 好进入游戏 那咱们选人啊 选人选一个罗伯特吧 这人物大量都是重复的啊 看起来也没有几个人物啊 恐怕也只有 五六个吧 好我选了个罗伯特啊 罗伯特的脚觉得挺好用的 那么其他人呢 哇这不是95的最终场景吗 对面选的如月眼二 哎对他这个脚特别好用啊 那有人说大叔你怎么不用必杀技呢 飞行道具一类的啊 我研究了几分钟没发出去 后来到网上问啊 查这个游戏出招表是什么 然后有大神就告诉大叔了 大叔你放弃吧 这个游戏没有出招表 我说为什么呀 他说你用不出技能啊 你只能看着NPC啊 发那些飞行道具来打你 除非你玩的是改版 当然了这么烂的游戏啊 大叔也不去找什么改版了啊 那罗伯特的这个脚啊 感觉特别好用啊 特别好用 打点比较高啊 看起来 哎好的 第一局咱们赢了 难得还能赢呢 游戏还做了一个 屏幕的晃动的效果啊 但是很遗憾 没有打击的音效 只有一段非常单调的背景音乐 哎对 就这个脚特别好用啊 大家如果玩的话呢 也能体会到 能体会到就怪了啊 这手感从哪体会啊 而且我都不知道 一共要打几个人啊 本来选了一个草蹄精 也就是主人公啊 那么很遗憾 打了两局一局也没赢啊 所以就换了罗伯特试试 意外的发现 他的重脚特别好用 用的人家官方的贴图啊 他又重新选人了 看看这会用谁啊 给我打个不知火舞啊 虚晃了我一下啊 用了个草蹄精 天地英雄气 风烟万物军 啊 这是 这是 这是哪个 龙虎之犬吗 极限流的 极限流的地方 贴这样的队联吗 不克主人公啊 稍微猛一点 我要跟他近身缠斗啊 否则他又发射 那个飞行道具 哎 下腿瓣吧 我天哪 这个腿瓣画风好惊悚啊 赢了啊 居然赢了 我我才发现 我用的这个罗伯特配色好像不太对啊 怎么用的粉色啊 近身 近身打啊 跟他近身打 就跟他近身打 给大家看一下他的飞行道具吧啊 NPC是有的 咱们没有 这哪 这哪 飞得非常慢啊 然后他可以趁机没修没套的过来 跟那个飞行道具配合着连续技啊 建议大家用这个罗伯特 因为脚的性能特别好啊 尤其是粘方向的情况下 哎呦 落到飞行道具上 这个东西 跳起来感觉 很不好跳啊 哎 赢了 他为什么站起来了 好吧 我忍了啊 我就想打一次不知火舞啊 不知火舞 不知火舞 又是草气精啊 那据说 这个游戏呢 也是有最终boss的啊 也是可以打卢卡尔的 这要多大耐心 能够打到卢卡尔啊 这我 我打这么几个人 我觉得有点够了啊 这个人最后一个人了 下个人如果不知火舞呢 咱们再打一打 如果不是呢 到此为止 哦 好疼啊 再来一脚 再来一脚 好的 赢了 他又站起来了 这什么鬼啊 哎哟哟哟哟 我怎么感觉 那个飞镖打了我两下啊 吃亏了吧 咱们没少吃亏啊 这这 又赢了 又赢了 就这么神奇啊 看看下一个 是不是不知火舞啊 是不知火舞 咱们打一个 好的 咱们看一下 这个人他选的是谁啊 选了个火舞的老公啊 那算了啊 那这样一款可能是全黄历史上最烂的格斗游戏啊 就给大家录制到这里吧 那么这样一款游戏啊 我感觉比 什么当年的二十人结霸啊 六十人结霸啊 还要烂啊 想不到当年啊 为什么会出现一款这样的游戏 可能是FC的玩家的前好片吧 那好吧 那今天就给大家录制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by bwd6